大家好,欢迎收看《恶魔阿姨》,我是J 韩国除了戏剧和电影让大家印象深刻之外 其财阀大集团的狗血事件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权力大到连政府都要畏惧三分 没人敢得罪的韩国财阀力量到底有多恐怖呢? 许多韩剧情节都与财阀脱离不了关系 透过戏剧我们能发现财阀们与国家间千丝万缕的层层关系 韩剧《小女人》讲述财阀斗争、贫富差距和杀人事件 不断翻转的情节让人看得是好个瘾 还有全阵子热播的《列传器凶》、《顶楼》 都在讲述财阀的权力与力量 只要权力与财力资本够大 即便是杀人也根本只是小事一桩 就连总统也都只是任人摆布的傀儡罢了 看似只是戏剧会出现的情节 却真实存在于韩国的真实世界里 韩国财阀为大型综合企业集团 主要由家族企业开始发展 渐渐形成大集团公司与跨国企业 在企业集团中通常都会有一位拥有最大权势的领导者 掌控着整个集团的发展 此外韩国财阀还拥有规模巨大的企业体 及超强的经济实力 除了依靠外部资金之外 与政府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韩国财阀集团截至2002年统计 位居前10名的企业是三星电子 现代汽车 Never 奇亚汽车 SKLG 卡扣 三星生命保险公司 KB 国民银行 新函银行 韩国前10大企业排行 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公司在轮替 尤其是第一二名的三星电子 现代汽车 蝉联冠亚军两年以上 也是韩国目前最重要的企业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Never是首次进入前三名的位置 底下奇亚汽车 一切归功于Never之前 营收跟2021年相比成长了8.5% 另外卡扣更是以营收成长了34% 一举从第11名首次冲进前10名的榜单 2022年的利润直逼6000亿的韩元 而财阀在韩国政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是掌控整个韩国政府 随着财阀规模的不断壮大 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也开始意识到 财阀控制韩国经济命脉的危险性 即便政府对财阀进行管制 但这些财阀依然在许多方面受到政府的庇护和支持 在政府的保护伞之下 财阀的触角也渐渐渗透进娱乐圈 然而财阀们的作风引发韩国民众不满与愤怒 但对许多年轻人来说 能进财阀旗下企业工作仍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 毕竟其他企业的平均工资只有财阀的60%左右 在韩国底层流传着一句话 我们只知道有财阀而不知道有总统 韩国已经成为资本家循环作乐的游乐场 韩国财阀被称为是披着民主外衣的土皇帝 最出名的就是总统被清算 明星被玩弄贫传自杀事件 让人窒息的教育体系 这一切社会病态问题背后都是财阀的作为 韩国早已成了一个被财阀深吐渗透的国家 权力大到被民众形容 韩国是一个被财阀绑架的国家 韩国财阀还有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全由单一家族所掌控 与西方企业大多是专业经理人管理 有相当大的不同 例如三星集团由李炳哲所创 自林炳哲于1987年过世之后 便有第三个儿子李建希担任会长 采取家族式管理的大财阀 有助于在不受法律规范下 提供巨额的政治资金给总统 以巩固企业版图永远长存 在立任的韩国总统的刻意扶持下 目前韩国前30大的财阀 其总产值已占全国GTB的75% 换句话说 在韩国的每5块钱的产值当中 其中1块钱就是由三星集团所贡献 可见在极度的依赖下 韩国财阀的规模早已大到不能倒的状况 举例来说 韩国三星的权力有多大呢 曾任于三星集团法务长的金勇册 在2007年写了一本名为三星内幕的书 内容揭发三星集团会长李建希 涉嫌贿赂赂司法人员 提供非法政治现金丑闻的内幕 书中透露李建希当时命令三星的高层人员 拿着一跌跌的现金去贿赂不同层面的人 其中包含记者、报社、警察、法官、议员 及总统身边的红人 为自己建立最广最稳固的人脉关系 当面对违法事件调查时 三星集团根本不把司法体系放在眼里 甚至嚣张的在外国媒体及大批官员面前 把前来公司调查的官员打在门外 等到所有文件销毁之后才会放心 而三星集团的这些恶情恶状 不但韩国媒体不敢报道 检察官不敢查 法官更是不敢判刑 最后还要劳驾总统亲自出面 以特赦三星高层的方式了结事件 而财阀集团传出的丑闻事件也不少 但相对出事之后 因为政府的庇护 对于财阀出格的行为 也并未有严厉的惩罚 像大韩航空坚果门事件 因大韩航空副社长赵显儿不满空服员 未将坚果倒出盘子上 勃然大怒坚持返航 此事引起韩国民众的怀然 也令航空管理部门关注 事发经过于美国东岸时间 2014年12月5日凌晨0.50分 大韩航空副社长赵显儿 以乘客的身份搭乘 纽约飞往首尾的大韩航空86号班机 当客机开始滑行期间 空服员为事先启示赵显儿的情况下 向他提供了一包夏威夷果人 因没有开启到在碟子上 赵显儿依然大怒 立即指示机长 把已经抵达跑道的客机 折返登机门 并把负责该航班乘务工作的座舱长 驱赶下机 客机因此需要延迟起飞 导致飞机延迟20分钟起飞 抵达人船后也延迟了11分钟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 当时除了赵显儿之外 唯一同坐在头等舱的乘客 朴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一位女乘客让蹲着的女空服员起身后说 下去并用右手推了她的肩膀 乘客把空服员推到登机口 然后用卷起的文件敲打空服员身旁的墙壁 朴某说到那位女乘客的声音非常大 连经济舱的乘客也纷纷伸向头看向头等舱 遭乱持续了20分钟左右 朴某称赵显儿起初让空服员下计 又对乘务长说 你是负责人 你有错 你下去 朴某说 我觉得她的行为太夸张 乘务员带着害怕的表情哽咽 那时我心想 到底是多了不起的人才会这么做 后来看到报道后 才知道那位女乘客的身份 我在看完新闻后 非常的生气 就向大汗航空提出了抗议 过了两天后 自称是常务的人打电话给我 并说 请客制您接受采访 请说您接受我们的道歉 大汗航空在致歉文中表示 因乘务员犯下大错 未能解开平板电脑密码 还说谎 但根据韩国进部市民团体 参与连带在首尔西部地方检察厅前 举行记者会表示 据内部证言和大汗航空工会消息 致歉文中的内容完全不符事实 由于事件违反航空安全规定 韩国国土交通部决定立案调查 禁止造型而离境 并对大汗航空提出警告 大汗航空于12月9日对受影响的乘客道歉 事发之后 赵贤儿就此事件道歉 决定辞去所有的职务 但继续保留副社长和注册理事的职位 12月17日 赵贤儿以嫌疑人身份 前往韩国检察厅接受调查 据媒体报道称 经调查赵贤儿在上机前曾经喝过酒 之后 韩国检察厅以涉嫌违反航空安全法 和威胁机组人员做出伪证罪名 对赵贤儿发出逮捕令 赵贤儿于12月31日被韩国警方逮捕 羁押调查 经首尔西部法院一审判决 赵贤儿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而在2月12日 赵贤儿因涉嫌非法变更客机航线 暴力威胁航空安全 恐吓妨害公务 和以欺骗手段妨害司法 经首尔西部地方法院二审判决 赵贤儿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其个人在羁押期间 共提交了六封悔过数 试图避免牢狱之灾 之后经首尔高等法院 对监国返航案进行二审宣判 赵贤儿因变更航道罪名不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两年并当庭释放 而当初涉事的空服员嫖娼证 请了18个月的病假并寻求治疗 休完病假后嫖娼证重返工作岗位 但必须重新接受资格考试 由于嫖娼证无法通过 韩文与英文测验 被分派到经济舱 并经常被指派洗厕所的工作 此事震惊国际 也让各个国家对韩国 采罚一手遮天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 更让人感到奇葩的是 尽管如此一手遮天 民众却依旧依赖采罚 根据韩国官方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 有45.3%的女艺人被要求赔酒 62.8%的女艺人被要求进行性接待 这些本来是私下进行大救并不知情 但随着张子言自杀事件的引爆 民众才知道娱乐圈早已暗无天日 在张子言的遗书中揭露 从业开始后的多年里 他被老板强迫向31人提供了100多次的幸福物 为了方便公财罚权贵们玩弄享乐 公司甚至要求他做劫杂手术 就连母亲的忌日 他也只能被迫在床上和别的男人度过 根据张子言所提供的名单里 韩国乐天集团的掌门人和他的儿子 以及三星集团的女婿都在这份名单上 想当然这三位权贵丝毫不慌不满 在他们权威的压制下 这件事最终因证据不足无法起诉 而渐渐消失了在大众眼里 除了张子言之外 被潜规则的女艺人大有人在 虽然在各个国家都有 但在韩国因为潜规则而自杀的女性却非常的多 自李恩诸自杀后 韩国自杀的艺人多达20多位 还有高佑丽、郑多斌、崔真石、李慧玲、金佑丽、宋之善等等 都是因为奴隶合约与不堪财罚的操弄而选择自杀 除了女艺人被财罚当作玩物之外 也有男艺人因财罚的撑腰也踏破刑罚 于2019年当侯男团Big Band成员李胜利 在自己经营的酒吧 被爆出向客户提供性服务 并同时提供毒品 随着深入调查 警察发现李胜利背后有韩国财罚撑腰 当时韩国前总统文在眼想借此事彻查财罚 但让大家最终等来的消息是李胜利被无罪释放 同年韩国南洋乳业创始人的孙女黄和娜被举报吸毒 仅过了三个月举报人自行推翻口供并自杀 据媒体报道举报人就是黄和娜的丈夫 在去警局改口供的路上表示不愿意再包庇黄和娜吸毒之事 但却在途中离奇跳楼自杀身亡 遗书中还写道很抱歉把黄和娜卷入毒品案中 让亲友都觉得很诡异 认为她不是个会自杀的人 让人更震惊的是从黄和娜的对话记录中 发现她会在吸毒后进行多人运动 对话中更露骨地写道上次真的太爽了 就在丈夫身亡后提供毒品的男子也被发现自杀未遂 据悉警方在调查黄和娜老公的死因同时 怀疑黄和娜有杀人嫌疑 此事件爆出时有爆料者称黄和娜吸毒事件 与李胜利的酒吧有关 甚至爆料黄和娜吸毒后曾大言不惭地说 妈妈会帮我处理烂摊子 不由得想起网上经典的那句话 有钱就是任性 韩国财阀的权力大到连总统都成了蝼蚁 也直接推翻有钱不是万能的这句话 对于韩国财阀的作风 相信大家透过新闻也见怪不怪 不过一次又一次的离谱丑闻 让J再次相信有钱就会想要有事 一旦两者掌握在手 就算要推翻国家也不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聊的事件有没有其他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J我们下次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